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大学和中国大陆的北京大学同学 共组服务队到两岸偏乡服务 至今已有四年 经营他们前往饱受震灾所苦的 云南腾冲地区服务 台大北大社会服务队社长刘真伟同学 今天将分享如何筹划这次服务 以及参与同学们的收获感想 刘同学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刘同学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当初台大和北亚同学 共组社会服务队的源起 就是建国拜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 就是签订一个两岸的交流 合作的一个章程这样 就其中包含了就是服务交流的部分 那所以于是就诞生了 这个台湾大学与北京大学的社会服务队 那就是一直有这个计划 然后我是第五届加入 那现在是第八届 那我现在是社长 刘同学您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过去这个服务队曾经到过哪些地方服务呢 服务队目前的形式就是 我们寒假的时候就是大陆的北京大学同学 后来有加入云南大学同学 就是会来到台湾这边 那我们服务过的地点有桃园新竹和宜兰 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寒假是在台湾服务 那暑假的话就换我们台湾大学同学 会飞到云南的腾冲县 就是在接近云南和缅甸边界的地方 那我们每年就是固定 服务队会在腾冲县那个地方 就是偏向小学这样 社长今年服务队到云南腾冲服务 不晓得今年做了哪些的事前的一些规划呢 就是在我们到大陆服务的时候 那个大陆的同学会负责安排那边的行程 那我们就是负责课程的筹划 还有就是一些交流项目 我们可能要带给他们一些台湾比较台湾的文化 就是台湾这边的特色的东西 然后还有小朋友的课程 我们会准备课程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 你们跟大陆同学在事前的规划跟联系上 是怎么样来进行呢 我们是用主要是用网路的方式 那因为大陆同学都用WeChat这个软体 那我们就会用WeChat这个软体 那我们干部这边可能会定期 和大陆同学有线上开会这样子 在做进行教案或是教学服务之前 有做些什么样的演练 那是怎么样来进行呢 演练的话就是基本上 我们会互相宣传我们教案的档案 等到他们来到台湾 或者是我们去到大陆之后 我们去国小的前几天 我们会在可能双方的学校这边 找场地先演练 实际上在跟小朋友做服务的时候 是怎么样来分工进行的呢 我们会按大陆同学分组 那就是打算可能一组 就是会有大陆同学 也会有我们的台湾的同学 教案方面的话 三所学校各会分配一定比例 大概一个学校三到四个教案 然后就各自负责 那合作起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 或者是感想呢 合作起来的话 我觉得北京大学同学就是都很厉害 然后他们做事情都很严谨 他们会很认真的去看待那件事情 然后做事情严谨 云南大学同学他们就很活泼 然后他们也很认真严谨 可是他们相对起来就比较 我比较热情 那我觉得我们台大同学的优点的话 就是虽然可能没有他们那么严谨 就是他们可能会用非常非常严肃的态度去看待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是比较很近 然后我们也比较会有活泼有创造力 我们也比较有创意 所以来自各方的同学 大家互相激荡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 对对 就是互相学习不足的地方 刘同学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准备哪些的课程 然后到时候怎么样来进行呢 今年暑假我们有准备的课程是 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像是有科学的课程 那我们就是利用废弃的瓦轮子 那我们可以用瓦轮子去简单的改造 把它做成一个一 然后就可以介绍小朋友一些简单的科学原理 然后让小朋友利用生活中一些 可能不起眼的小东西 然后运用那些科学原理去做出好玩的东西 然后启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课程是 因为我们在台湾有举办一个义卖活动 那义卖的所得我们去买爱心饼干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爱心饼干 带去云南给那边的小朋友 那透过这些爱心饼干 我们让他们介绍世界的建筑给他们 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建筑形态给他们 然后再请小朋友就是运用这些饼干 就是做成香槟屋 然后从游戏中学习 那我们也将这些义卖所得 就是买那些爱心饼干 可以帮助台湾的小朋友 那也把这些饼干带给云南的小朋友 所以这些爱心饼干你们就是买的时候 同时也在台湾这边做一些公益 帮助这些 就是我们向台湾的公益团体买这些饼干 那一些饼干我们再带去 就是云南给那边的小朋友 所以这两岸都同时可以做到公益的一些服务 那社长不晓得小朋友上课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云南的小朋友 就是其实云南小朋友 跟台湾小朋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可能教育的制度上跟我们比较不同 所以他们会比较有点日式化的感觉 就是可能他们会很乖巧的听你的话 但是就是比较没有 不像台湾小朋友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和闯造力这样子 我们在这些课程的时候 就是进行的还算顺利 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得多提高他们的一些想象力 希望能告诉他们说 除了老师带给你之外 还有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课程进行到后半段 我相信小朋友的这些创造力跟想象力 都会被激发出来 对啊 像我们会给他们比较多手做老做的东西 那他们一开始可能就是会 就是只听我们说 我们做一步就做一步 但是其实就是在我们鼓励 或者是他们自己 可能就是玩一玩之后发现 原来有这样不一样的可能性 然后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都蛮多元的 是 社长那您可以讲一下 您这次去参与服务的一些心得跟感想呢 我觉得因为我参与这是我的第三起了 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服务这件事情是 不分国界也不分大小 就是我们平常可能在路上服务 然后他还要过马路 或者是借一些东西给同学 那些也算是服务 那我们去到就是像服务队 去到云南教书 教小朋友也是服务 那有些像是去外国当医疗职工那也是服务 所以我觉得服务这件事情我的感想就是 就是不管去几次 你去的每一次可能都是一个启发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下去 就是不管以后还会不会待在社会服务队 以后还会不会做这些志工的事情 但是就是或多或少 你都要把一颗服务的心一直做下去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而不是去了一次两次 可能你永远也不会再去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要保持一颗永远服务别人的心 做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服务精神要延续下去 对对对 那社长如果说以后有其他的同学 也想参与这个服务队服务的话 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因为我觉得大学还有高中 像我当初也是在高中 就是参加这样服务性的应对 才会走入这方面的服务活动 那我觉得就是 应对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吧 就是同学在参与应对的时候 也可以跟应对的同学朋友培养感情 那就是我一直觉得应对的结束 不是一个结束 它是一个开始 所有参与那个应对同学 从那次应对之后 就可以开始多关心一些社会的议题 多想一下自己的生活 和其他人的生活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一些 可能一些有趣的活动 参加期 那再看地 就是对哪一块比较有想法 那进而再持续投入那块的服务吧 所以这个服务是双向的 付出的服务同时 也可以收到一些回馈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我们 说是我们去服务别人 但其实我们自己得到回馈 反而更多 就是自己的成长也很大 是 那社长最后请您说一下 那近期的话 服务队不曉得有哪些规划 目前服务队规划是我们的寒假 明年的寒假 明年的一月 会去新竹鲜石乡的秀软国校 然后也是举办一个东令营的活动 那到时候届时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同学 也会前来参加 明年的暑假 我们可能一样会到云南的藤冲县 所以也是持续跟小朋友做一些客服的 还有相关的一些服务活动 对 那就是我们最近有在尝试加入一些环境 也是环境服务的方面 像是我们有去敬探 就是我们有加入敬探的活动 然后也去了解说敬探的一些课程 我们是希望不只是我们能够服务小朋友 我们也可以教导小朋友一些 就是服务有分很多面向 可能老人照顾啊 然后小朋友 然后环境 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不只是小朋友 我们可以多元的发展 那多元的方式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把环境保护的观念 带给小朋友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台大北大社会服务队 社长刘真伟刘同学 为我们介绍台大北大社会服务队 这四年来在台湾 还有大陆的偏乡地区 进行的一些服务 他们是如何规划 还有学们有哪些的收获感想 我们做详细的分享 非常谢谢刘同学 进行访问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